严格一点来说 你中国其实到现在 还没有走出封建体制 我们在官场北京 是那些都是当官的 他直接会叫党主席叫皇上 就直接说吃饭就是叫皇上 因为我们叫习皇帝 是在开他玩笑 对 我们是在逢视 他们直接就叫皇上 就是这么看的 我跟你说 犀牛顿手机配件真的超多的 我超喜欢他们的手机顾架 而且你知道吗 我最近拍超多短片对不对 我都用他们的顾架来当手机架 真的很好用啊 而且犀牛顿有超过上千种设计图款 现在还有升级材料版 他们推出了独家限量 NBA球衣材质系列 除此之外呢 犀牛顿你还可以利用 个人化服务定制专属的款式 那钱一阵的听众不是有帮我 画那个爱天使给你爱吗 对 对 我的那个顾架也要来了 好开心哦 所以就开心的时候 就可以帮你的手机换新装 新的一年就到新油顿帮3C装置 换新装那输入我们的折扣码 I believe就像专属九折优惠哦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我超级开心 就是我们之前在自己新闻上面 介绍过的书的作者 今天居然来到现场 Right? Right Rulé的红色赌盘 作者神动Desmond Desmond 谢谢 真的 我刚刚还很担心 想说怎么办 因为我看到他超多访谈 都比较严谨 然后就想怎么样攻破他 我们本来想说要不要灌酒 可能觉得这样会不会太low 就他自己拿一瓶酒说 我工作一整天来喝吧 所以以前在中国做生意 是不是要喝很多酒 对啊 我基本上我就刚刚说了 我们叫一斤嘛 就500ml也是一斤 然后茅台嘛 一般都是喝茅台啦 然后每一顿饭一斤 然后我一天有收两顿饭 就两顿就喝起码一斤半啦 就说而且一个礼拜七天都要这么喝 所以我就后来就实在是我觉得这样干下去 我这个身体完蛋了 哇 这怎么受得了 而且不会有假酒吗 但是我们 我喝的对象是什么海关啊 检验检疫啊 他们是专门检查谁是假酒的 假酒是我们走 对对我们在 然后那些官员啊 就喝到特供的就对了 对 然后我自己的茅台 我那时候 我书里边有介绍 有一个叫茅台会嘛 就是贾清凌女婿做了 那么他那座那个茅台呢 是用红瓶子关的 然后他直接是跟茅台酒厂拿的 就十年十存的茅台酒 那么然后就灌了红色瓶子 然后我们就叫红茅 然后我就有 我有几百瓶了 然后我有几百瓶 然后就 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带了 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喝到假酒了 可是我很好奇 为什么那时候大家都是喝茅台 或者是喝这种白酒 因为当年中国的高官呢 就是中南海里边 就是说最喜欢喝茅台 然后这个中国是很跟风 跟的这个官场是跟风 跟的很厉害的 然后就一路走下来 难怪价格被 后来被炒到超高的嘛 茅台 对 它价格波动很大 最高的时候一瓶酒 平常可能卖五六百人民币的 炒到两三千块钱 然后经济 如果是政府 好像现在后来开始严打 就是不许吃喝 然后就哗一下就掉下来 但你的茅台 这个茅台酒厂 就一个brand 一个产品 它的市值是大过LVMH 大过LVMH 我此刻我不知道 但它曾经是大过LVMH LVMH下边有60多个品牌 LV就是这个 对吧 LVMH LVMH是LV Hennessey Mouade 对啊 还有一大堆其他的 什么Fendi 也是对吧 一大堆这个名牌嘛 它就一个产品 一个品牌 这么一家酒厂 大这市值超过LVMH 好爽哦 这中国人口的力量 人口红利实在是 是真的很有用 好棒哦 那我很好奇 因为这本书 其实在2021年 就出版了英文版嘛 那为什么先出版英文版 才出版中文版 而且中文版 为什么会拖这么久才出来 对 台湾人是不是很怕 对你们出版上很怕 哎呀 你们出版上很怕 我看到你那样讲的时候 我有点觉得疑惑 因为我一直觉得 台湾出超多那种 骂共产党的书啊 还是那些都是听床师 你这个骂到点上 这个骂到痛点 所以你们台湾出版上很怕吧 我估计是 所以其他听床师 反正共产党觉得 你这个反正随便乱说 胡说八道的 这无所谓嘛 然后这个就来本真的 他们就觉得可能有问题了 因为你那时候说 之前那一开始 英文出版没多久 就台湾的出版上 就跟你接触 对不对 跟我那个 因为我是把版权 卖了给Simon Schuster 然后他们就找Simon Schuster 然后就应该是我9月份 出版的嘛 然后好像是他们11月就已经签了合同了 然后他们就有 当时是有两个翻译在赶 就希望好像是1月份 就去年的1月份 2月份把这本书铺版 然后你们台湾不是有个远东集团吗 对啊 对在大陆被罚了6亿人民币嘛 然后大家一直觉得是一种政治性的杀鸡警猴 对因为他罚他是因为说 他说的远东集团在台湾有捐款 有捐款给民进党 What 所以就罚了他6个亿 What 但这没有证据嘛 对不对 不是啊 你捐款是有公开记录的嘛 你政治捐款嘛 那这样跟出版商有什么关系 出版社 出版本他有业务在大陆啊 然后他就 他就说这个 这可能我的业务也会被罚啊 所以就跟我们那个Simon Schuster说我不干了 What That's what happened 对 你这本书其实现在卖超好 我今天就是想要买一本有没有 去我们家 我们这边附近的那个 的书店要买的时候 他们说是卖光了 都卖光了 我跑了三间才买到 哦是吗 而且他跑去一间 看起来那个门面上 前面全部都是在赞扬那个 蒋经国的跟国民党的 他们想这个 这里可能买得到就真的有 没有 我原本想这边应该不会有吧 那他们放在最后面 这样子 你不会打 你不会吓到他们的客群这样 这样子 不过看了你的书 真的觉得你把这些内幕都写出来 到底是 是不是为了复仇啊 就是 我知道你有一个想要写给儿子 对对对 的说法嘛 没有复仇了 因为共产党 对吧 这么巨大的一个巨无霸 对吧 9000万党员 然后控制第二大经济体 我一本书能有多少 这个能多少撼动他们呢 所以我是有几个想法了 第一 第二我写给我儿子就是说 我不想我儿子抬不起头做人 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年代的中国 我觉得作为企业家 我跟我前妻是尽我们可能做我们认为的模范企业家 然后I think 就是说我认为我们真的是做了很多实在在的事情 I'm proud of what I have done 所以我对过去我做的成就很骄傲啊 我不想我儿子抬不起头 为什么你儿子会抬不起头 因为网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就打个比方说吧 就是好像我刚刚跟你说的 就有个采访的 在跟我说西方媒体说你的前妻跟孙政才是情人 这种假消息很多嘛 当时他八九岁开始上网了 I don't want to get that to him 那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就好 还要写一本书很辛苦 我想过 就是说也有人这么 其实在网上有些 I don't know maybe是粉红 maybe not 就有人这么攻击我嘛 说是写给儿子的 儿子就直接说好了 干嘛要写下来呢 我变得粉红了 但是我其实这个有很多考虑了 第一你说你不会是很全面的嘛 你是说 就是说可能这里说一段 那里说一段 这里说一段 那其实我们经历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这是第一 就是说那么你写下来的话 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阐述 而且你写的过程中 你是把自己的思路有整理的 这是第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 其实出版也是的 其实出版是 you know 我教一打故事 给我儿子 和我教一本全世界都审视过的书 来给我儿子 mean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ings 对吧 所以这个其实我是有考虑的 可是那时候你有想过说 出了这本书之后 会改变你跟你儿子的人生吗 可是 it's pretty much a tell-all story right it's deep into what the Communist Party is doing 就是整个挖很深 让共产党这么的不爽 改变了你们很多吧 是的 我倒没想过 这次到第一次有人说 是会不会改变我儿子的人生 这肯定是改变我的人生了 会不会改变我儿子 I know he's American citizen 说的也是 但你们走在路上需要 会不会有安全上的考量啊 会不会有疯狂的人想要攻击 有这个问题吗 需要警察保护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特别紧张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要面对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也是在英国 在美国我们跟 I know 美国是MBI了 然后英国的国安部门 我们都是有联系的 那么 so you know so we do what we can 然后我们出国的话 我们是 就是说很选择 就是说去哪里 比如说亚洲的话 我除了台湾和日本 我不会去其他地方 连韩国 韩国 is ok 就连转机我都不会去转机 I get what you mean 对对对 就包括新加坡 I don't trust them 连新加坡你都会担心 新加坡其实很亲共 非常亲共 其实我们外人会猜他们亲共 可是没有想过说 他们会亲共到 可能连 我觉得你很难讲 maybe maybe not 但是你如果看 全世界的民意调查的话 新加坡是最亲共的一个国家 That's true 泰国其实也都有点 令人担心 泰国他们已经在那里绑过人 就香港那个书店 那个人不就是 就是在泰国绑回去的 然后那个人现在还就是 That's like七八年前了 那个人现在还在国内了 然后给他们 you know 他是Swedish citizen 瑞典公民 他给他们抓到电视上去 我放弃瑞典国籍 因为我要想待在中国的监牢里面 You know Yeah Communist Party is crazy 不过你这本书里面 讲了很多那个红二代的故事 其实我们最近才跟一个 算是红三代吧 或体制内 他不要说 体制内三代 他是体制内三代 体制内三代和真正 就是说看你 你首先咱们要定义 什么叫红二代 什么叫或者说红色血脉 这个you need to 好 那我好奇就是 以你就是真的在圈内待过 看过 真正对你来说 或者是他们那个圈的 红色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真正来就严格性定义 我会是说建国的时候 就1949年的时候 或者50年代的时候 他们的 应该是现在都基本上去了爷爷辈了 他们的爷爷辈是在中国做腹部级和以上 哇 要那么久以前 可是要这么高 要腹部级或以上 对 而且当时的腹部级人数少很 比现在要少很多很多 就在那个年代 就说腹部级以上 然后他们是一如 就是我为什么说红色血脉 它是一路传下来的 而且中国有档案的 到底你爷爷是谁 他在中国有档案 他很清楚你爷爷是谁的 That's true 可是他们这样子 会不会后代越来越多 所以红色血脉的人就越来越多 对啊 但是中国其实 因为中国不是 You know Not Catholic 就不是天主教人 就一个人生N个 中国 就一个人生一两个 两三个三四个最多了 那那个 因为之前我想拉回来的 就是我们之前跟那个红 体制内好了 他可能不是红 可是体制内的三代聊的时候 他就讲出他那个 在他的体制内看到的事情 然后其实我们放到网路上以后 有很多不同地方的人就说 我在我那边看 就不是这个样子 他乱讲 他乱讲 就说他乱讲 那我好奇的是 中国有没有就是不同地方的红二代 因为我相信不是全部人都住在北京吗 应该每个省 我猜应该都会有一些红二代 会不会有 集中在北京 大家到处都会集中在 不会有什么飘在外面的 那肯定有飘在外面的 但是肯定在肯定中国这么大 对不对 那么但是基本上就集中 因为北京是权力中心 所以可能有人说 他是沈阳红二代那种 其实他在 他会被大家其他人歧视 说他可能是官二代 官二代不算是红二代 所以那个权力有差 红二代跟官二代 红二代比官二代要大吗 共产党很关键在说的 就是根正苗红 他不说什么老爸英雄 儿好汉吧 耗子生下 什么耗子 什么天下 生下来天生会打洞吧 中文蛮差的 没有办法帮你 就意思说 你爸爸是一个hero的话 你儿子也是会是一个hero and then if you're 你爸爸不是一个好人的话 it's like a rat the kids that have the day they're born they know how to take a hole on the ground essentially what's what they're saying 其实就他很讲究血脉 共产党很讲究血脉 很讲究血统 可是他们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 其实他这个非常封建 就是严格一点来说 你会说中国其实到现在 还没有走出封建体制 反而比方说 我们在官场北京 就官场不是说我们随便聊天 是那些都是当官的 他直接会叫 就好像这个党主席叫皇上 就直接说吃饭就是叫皇上 真的 这样不是在嘲讽 就是我们外面就开他玩笑 不是啊 他们自己直接就叫皇上了 what the 因为我们叫习皇帝 是在开他玩笑 对我们是在讽事 他们直接就叫皇上了 that's what they actually yeah 就是这么看的嘛 也这么做没错啦 他做的事情也差不多啊 对啊 cheers yeah that's fucked up 真的是 因为他是皇权是没有约制的嘛 习近平有什么约制的 没有 那红二代里面 他们可以有 I don't know 可以有LGBT的人在红二代里面 对你有没有认识里面的男同志 LGBT啊 我倒不认识 但话当然 你这是在中国嘛 这每个红二代 我估计大家都有很 angor angor 情妇和老婆 对不对 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 好LGBT我倒不认识 所以真的 所以我们之前在新闻上 有看到什么 有人被抓 然后有几百个情妇 或小三之类的 这种事情是认真 真的有可能发生的 最出名的不是赖小明吗 说他有整个一栋房子 然后把这个女的 因为他不太 女人太多嘛 说这个女的都编号码的 就1234567894 这样子编号码的 他can't remember the name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真的 不是金床师这样子 it's real it's real 因为其实在这个系统 其实是就说难听点 说我做直白一点 是个很变态的系统 就说我就我 我之前访问也有人问我 就说你这一段时间 就说你在这个经历里面 什么是最难受的 我最难受的经历 是其实是放弃自我 就说为什么 就什么意思呢 就说你是权力的拥有者 其实我们这里 所有的人都想跟你接近 所有人都想成为你 最紧密的合作伙伴 那我怎么在竞争中胜出 然后成为你的合作伙伴 就what they actually do and what we actually do 是就人家说拍马屁 拍马屁是太漏了 实际上就是说 I give up myself 就说我 基本上是like give up my identity I put myself in your shoes 然后就想你在你这个位置 现在根据我对你的了解 你会要想要什么东西 然后在甚至你没有说出口之前 我先帮你把这件事情给办了 我先把你想要的东西给你拿过来 然后因为 anybody would be very impressed right it's like 我都没开孔 你已经把我心里面想做的事情给做了 然后把我想要的东西给拿过来了 当然 你一定会很喜欢你 一定之后要选择合作 你那么懂我要什么 对啊 你懂我要什么 但是这个就是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 就是说其实你是 因为我是香港大 在美国读的时候 就是说你真的是放弃自我 你要放弃自我 然后完全的 就是说就没有说人和人平等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服侍皇帝的概念啦 这样基本上 不是服侍 你要放弃自我 完全就臣服于对方 要surrender total surrender total surrender 就没有一个平等的关系 没有任何平等的关系 都不是上下位的关系 是你是like you give up yourself 这个就是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其实这我很好奇 就是你刚刚有说到你在香港长 然后美国读书 这些都算是偏西方教育 因为以前的香港 不一样 所以你对自我的认同也好 自我的identity一定是看很重的 你刚去中国的时候 你一定有culture shock 你第一次遇到最大的culture shock 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第一次 其实一进去就有culture shock了 因为我其实我在97年搬去北京 但我没搬去北京之前 我已经是经常去中国 我是就是i work for American company 其实我第一个surprise就是说 其实现在就是说 就中国什么人都叫总 张总 李总 王总 沈总 什么都是总 我当时在香港 就是刚刚去中国说 就哪来那么多总了 对不对 每个人都是总 什么意思 I just are really strange 所以这就是第一个问题 那我这有个问题 像您刚有提到说 你要先预知就是 你想要接近的人的 他心里在想什么吗 那共产党里面 他派系的运作方式 是不是就是 有点像你知道我知道 然后就大家就是 为了同一个利益而 做某件事情这样子 还是会明讲 不首先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有一个 我认为在外面 谈共产党 或者谈中国的时候 很多时候有一个误解 其实共产党 我不会叫派系 因为派系可能有时候会 就是说imply 这个政见不一样 我们就在国内会说三头 三头 三头就是利益不一样 利益不一致 然后我们需要权斗 是为了利益 而是不是为了政见 因为派系的话 你是imply的 这些政见不一样 这里没有政见不一样 只是利益不一致 所以大家最主要 会在哪些上面争夺利益 三头是这个概念 就是说 如果我是一个县里面出来 我是一个县长 然后我升到上一级 去做了一个市长 那么我会 就是说我走那个县的人 接我这个位置的人 必须是我的人 然后我到了上面 那个市里面那个位置 我就要把旁边的这些县 变成我的人 这些县的领导变成我的人 然后就不是一个三角了吗 然后他随着他一步一步往上走 他不断扩大的三角 但是永远是一个三角 就是他是个头 然后中国就是 无数个这种三角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三角 那么那个就在官场里面 所以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组合 那么就是其实是一个三角 和另一个三角的斗争 那这个不是派系的斗争 这个是完全是一个权力和利益的斗争 所以才就要三头 其实是很多年前 就是说在邓小平那个时代 就是说有派系 就是大家有左派右派 然后有政见的不一样 那这个其实时代早过去了 现在很多人才在说派系 什么 其实是 they don't know shit 我想要拉回来问刚刚那个问题 你刚刚说 你必须要在那里生存 然后去拍那些马屁 你要放弃自我 因为我们听起来 我们就觉得 No, no, I would never want to do that 可是当你在那个游戏规则里面的时候 是不是钱真的可以多到 你完全不会怀疑 这个是有问题的 不是钱多到多少的问题 是那个系统 整个系统就是这么一个系统 就是说你如果是不是 这么个走法的 或者往前走的话 That's the only way to go Or you just don't want to do anything What? 那你不会每天都很怀疑自我 就是说我跟一个处长 我需要这么做 因为because if I cannot get past him I cannot move to the next step 我跟一个部长需要做 我跟温家也需要这么做 It's like every step of the way 你对每一个权利拥有者 That's what you need to do They're your robot They are That's the reason they are your robot They want to be your robot 就是they want to extract something from you 他就想在你身上获取某些东西 You have to provide that 要么你就说 OK I'm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我就说经常在 就是说大家对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了 那些听床师 这老他胡说八道 就是说他老说白手套 好像白手套只是在大企业和大钱在面前才有白手套 其实不是的 我一直在说 我就在马路边上开个爆摊 我也需要做白手套 只不过我的白手套对象是可能巡警 然后城管 然后理论的主任 其实每一步往前走 你在每一个阶层 只要你是做任何事情 你都需要做白手套 就是在中国这个体制内 只要做任何这样的生意 就再简单说吧 你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学者 你想从一个副教授升一个教授 你也需要把你的利益拿出来 奉献给上一级 就是学者 So this is how the system works 那你记得你第一次 surrender yourself的时候 是什么 什么样的状况吗 第一次就想不起来了 其实某种程度 你就很简单举个例子 你跟一个人吃饭 你走进那个房间那一刻 How you sit How do you sit 你坐哪个位置 你需要 大家其实就把大家一起吃饭 但是他一定要做主位的 然后你要提前到 你要提前到把菜点了 然后恭候他 然后甚至说 就是说他的车没到 你在门口等着 接他下车 陪他进餐厅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 This is not like 这很封建 就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每一步都需要 就是说 No this is like unequal Right why 对啊 对吧 这个没有人性的 这没有任何的人性的 就是说尊敬 或者这个大家 没有尊严了 没有尊严啊 就是都是同等啊 两人大家交往 对不对 没有了 这每一步都是这样 这种事情发生 而且从处长开始就要了 什么处长了 就是科长都是 当然我们 我们的就是科长 我们下面有人去搞定了 对 但是就是说每一步都是要的 这个压力这么大 这样难怪要找这么多老婆 不然怎么输压 就回到我家 刚刚说那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在这个 很扭曲人性的一个环境上 所以不同的人会去找 不同的发泄路径 这也是为什么好像这个 这门老婆又 就说就好像打一批说吧 在中国经常经常 官场里面 他贪了很多钱 他又不敢放银行 就是他搞了一屋子的钱 真的是一屋子的钱 但又不敢花哦 因为你花了就 人家知道你 你怎么会有那么 对啊 你怎么来钱 他可能 就真的 这是real story 他每天上班 踩个很破的四行车 然后回家唯一的乐趣 就是我去点点这个钱 What This is a real story This is so weird This is not joke I mean 就是说它是一个很 整个系统 是一个很有曲人性的系统 所以在这个 扭曲人性的系统 每个人其实在找 不同的 就是说 舒展发泄的途径 So And then how you get all these weird stories Yeah 那你的发泄途径是什么 哎呀 我的发泄途径 对啊 我的发泄途径 我觉得shopping 是obviously one of them I buy all the shit I buy 然后 you know 喝酒 其实也是一个发泄途径 某种程度来说 我很好奇 你手上的戒指 It's so cool 我真的是 我刚刚也一直看 想说可以问吗 因为你刚刚都说 shopping是你的 发泄途径 我可以问一下 这个金色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看起来很酷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一个古罗马铜币 然后是 这个 这个头像 是宙斯 万神之神吧 可以看吗 然后 这个 这个Rainmaker 是 他是那个Vatican的Jewel 哦 哇 就是说Vatican的Jewel 都是那些什么主教啊 那些Jewel 都是他做的 所以就是回家 然后开始看 摸这些戒指 收拾 这是你发现的方式 I surrender myself for this 可是你刚刚有说到 就是你可能之前 在美国公司也好 然后在香港 那你刚到中国的时候 这些刚刚说的什么 怎么揣摩他们的人性啊 人家下车要先接好他 去餐厅 或去那包厢位置怎么做 你怎么学的啊 有人教你吗 还是要看 其实是就是说 我在书里面说了 就是说 其实很多东西确实是段伟红带我进门 所以那他为什么这么强 she grew up in that system she grew up in that system 是他带我 很多东西其实确实是他带我进门 他经常说 他说这个对我的 这个last impression 就是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跟他就是说是商业谈判 然后他说我是翘着脚的 就桌面上能看到我翘着脚 然后这个就是说这个对她的 因为因为我人高嘛 我一翘的话不是就翘得很高 然后然后那个 that's her first impression just like这个人 is like wow you know 就是其实所以在中国 其实我们去一个场合的话 就是说他需要很多这种不同的behavior patterns 我马上就能知道一个人是不是 就我们叫我们是不是我们圈子里边的人 对不对 你进来好像我们现在这个not the glasses like you know how you supposed to lock your glasses 就是说要对方追尽你就是 你跟我lock我要在这里 我一定要在你下面 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每个对方跟你客气 然后他往下挪 然后他往下挪 然后最后放到这样子 会经常会 当然他对你客气会这样子 就一步步走下去了 然后最后大家凭着桌子上来干一干 就举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说所以在每一步的 就吃一顿饭 你进来5分钟 我基本上就知道这个人 就我们知道是不是我们圈子里边的人 如果你不是我圈子里边的人 大家比方说 你跟一个官员 你有求于他的官员 坐下来谈话 你这样做是肯定不对的 那圈子里面的人会怎么做 还是手要放在大腿上 可是你是官员 我是官员吗 我是官员 所以我手可以放大腿上 你要放在大腿上 不是大腿上 是你只能做半张凳子 你只能做半个屁股 为什么 就基本上 要随时要逃着吗 不是 我不知道我好奇吗 随时可以站起来就 不不不 是表示你的尊敬 你都不敢整个屁股坐的一个凳子 连官员自己本身也要这样子 你跟上级官员 你就这样子 你如果去网上看一些视频 他们就是高官跟下面的人坐在一起 你习近平坐在那 他就这样坐着 其他人得坐半个凳子 就很简单一个例子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 就是说每一步 其实你是不是在放弃你 放弃你自我 对不对 每一步在reminding you so you're not good enough you know that there is a hierarchy 对 就remember who you are的感觉 对啊 对啊 每一步啊 而且you are showing him you know your place god damn 那真的就是 难怪每个人都会死命 想要往上爬 因为大家就只是想要好好坐下来 我只是想这样 所以就说 就大家吃一顿饭 你进来五分钟 我就知道你是不是我圈子里边的人 然而我感觉你不是我 我知道你不是我圈子的人 我马上所有说的 所有东西都会变的 就不需要用那一套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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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ot about that 我会跟你谈什么 我不会跟你谈什么 我以什么样的方式 方法语气来跟你谈什么 我会变的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 就说那些老外啊 就不在圈子里边 就特别老 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这老外啊 他说我见过邓小平啊 我见过什么局长啊 我知道什么中国内情啊 come on it's like the moment you are in the room we change your subjects right it's like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and then 就说你见过谁啦 你见过谁 what do you know right 就是 we tell you a different story 听起来就像这些老美去见习近平的时候 就是我 i tell you a different story i give you a different version of the same story the same story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version right so it's a very 就是说他整个是 就是说他其实每一道都是有一个 有一道连子的 你有没有资格过那个连子 然后看到后面一场发生的什么事情 是很讲究的 很讲究的 这个他有一个非常specific的游戏规则 那我好奇你身为 你算是商人啊 你也不是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出生的嘛 那你进去 然后开始跟很多人合作 有赚到钱 那你怎么知道你在哪一个位阶 你什么时候位置可以做多少 对啊 你怎么知道 how do you know your place yeah your place depends on 你是有求于人 还是你有没有求于人 就是说 因为我 如果我是官员的话 他很明确嘛 对不对 你是部长 局长 政部长 副部长 政局长 副局长 处长 you know that's a that's a very specific packing order 对不对 但是 关键是你有没有求于人 就是一个处长 我可以跟部长吃饭 and we do that all the time 但是 我要求求于处长的时候 I need to do all the tricks 因为我有求于他 and then he expect me to do all the tricks 虽然他知道我跟处长吃饭 Shit 这好 其实很复杂 这很难 那这样不是说你今天 我跟你 我有求于你 然后你做伴长 你有求于我 我今天换我做伴长 不是 就是说谁有求 谁有求于谁 这好 可是正常人 真的是没有 假设没有 没有像那个 你前妻这样 的人来带的话 基本上不太可能 就是一个外人 就外人 说到难听一点 好像我这种 八个年的老外 你走不进去的呀 对啊 真的是走不进去 你走不进去的呀 你有听过任何台湾人 或台商 真的走进去这个圈子吗 就基本上这种圈子 外人很难走进去的 很难走进去 可是你走进去了 不只是就是说 你懂不懂游戏规则的问题 是trust的问题 我记得你 是trust的问题 就是我信不信任你 对不对 这个是关键 为什么就是说 好像我在书里边说 我跟段伟红结婚之前 他要带我去见张阿姨 然后张阿姨来审视我 就是说这个人 is it ok to be your husband 哇靠 所以他真的是可以决定 对啊 他如果在那个晚饭上 他说这个人 回头跟段伟红说 这个人不行 I think this is probably the end of it 段伟红问我 and tell me that before that 所以如果这个长辈不同意的话 估计我们很难交往 You actually say that 有的我们跟听众说 因为张阿姨就是 温家宝的老婆 所以当然 不是当然是你 你这个其实在 他当时做这件事情的话 在他有几个考虑 他第一个考虑呢 就好像我们中国叫闺蜜 你们这里理解 也是闺蜜 就闺蜜叫找闺蜜出来帮我 我的男朋友你帮我看一看 这个人可不可以 这个是一种 对吧 这个是one layer The next layer 其实张阿姨跟他 没有血脉关系 但是他把这样的大权交给他 另外一种surrender 是吗 就是说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这个人做不了我老公 只有你同意这个人 才能做我老公 这也是一种拉近关系的方法 对啊 That's another surrender I mean you think about it how much surrender that is Your dignity and everything Your humanity 然后第三层呢 其实在中国呢 为什么有那么多情妇的这种事情 就是说他直到跟你 Because sexual relation is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you can have 他因为在这个公国是没有法律的 就没有黑和白的 一切都是灰色的 所以人和人之间 就是说信任决定很多东西 So that's why they always want the sexual relationship part 就是说when I have a sexual relationship then I think I can trust you 可是他不懂女人 都这样在骗人的吗 Yeah yeah But that's the best case a person can do The best you can do like you know 在当时那顿晚饭也是 某种程度也有这个东西 就是说 你们就是说如果张阿姨觉得 就是说他就段伟红的另一半 如果他想跟张阿姨做事情 一定要是张阿姨觉得可以接受 可以相信的人 不然的话 It's not gonna work 那你surrender的过程里面 你做过你自己觉得最夸张的是什么 我看我是我喝的最多的 对啊 来来来来 但我酒量可能稍微好一点 我们刚刚听到你在中国经历 我们是不敢跟你比酒量了 我不敢 我不敢比 我不敢比 我认为中国的这个Golden Age是 95年到大概 10年吧 That's like the absolute golden age 为什么你觉得95年到10年 是中国的Golden Age 是什么都可以玩吗 还是 对 就是说那一段时间 中国基本上GDP是10%的year on year Average 然后就是说你随便买一点 只要你买assets 任何的assets it's gonna skyrocket 就是我举个例子 但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我大概零 I don't know actually 零 maybe零三年 我去个art option art option and then I think I bought the second most expensive piece in the art option and then and that's only 两百多万人民币 就当时300万的 在中国那个art option 300万人民币 is the most expensive thing you buy 哇 这几年的 03年左右吧 03年 那没有很久以前 20年前 yeah 哇 这差很多 and then 这个大概 I think it's like more than that it's like 15 years ago maybe 10年左右 you know that 我买了两件 都是大概 200多万吧 这个option house 因为他没有trading record 他就找我们 说我把你收回来 4千万一件 what 4千万一件 oh my god and that's even you know that's in the market right because the option house knows 对 他们知道买这个价格 他不会买了嘛 对不对 不会买了嘛 但你想就是说 那七八年吧 对不对 you don't nothing you just settle on it 然后涨了20倍 oh my god 这正常人就是退休 然后不知道干嘛 you know that's that's why 就是我为什么说 那个年代 你买个房子也是 对不对 我前一阵子在英国 还是法国 我见到一个老外 然后他说这个 他在上海买了一套房子 是他的 like人生最好的investment is like 20 times right oh yeah of course 那时候都这样子啊 对啊 所以有那个年代 and then beyond that is you know obviously a different thing yeah 不过那个年代 感觉就是 法治也没有那么开明 因为你书上有讲到说 其实要跟这些红二代交好 其实是其中一个最好的方式 你刚才有提到 就是garmichi嫖妓 对 那那时候 did you actually do it 我里边说了 I didn't actually do something crazy like that 但是 但是我那个朋友说 就是说他 因为他是红三代 三代 他是红三代 就我说的这种surrender 他为了他的业务 跟一个处级干部 一个房间一起嫖两个女人 就你干一个 然后我干一个 然后我们换来 交换这样 对 然后 the reason he's doing I mean he's an American returner He's an American educated okay and then the reason he did it is 就是我说的 为了要 为了拉近关系 这个是蛮轻的啦 这个关系蛮轻近的 现场表兄弟 对啊 对啊 you think about it 就是交换写事 所以这个 it's not about it's not about 谁官位大 是说你谁有求于谁 and then they will extract the most out of it 对就算是红三代 有时候也要干这种事情 对啊 对啊 think about it 那你刚刚说到说 那个很多人 其实为了排解压力 会有很多情妇 小三这些事情 那他们这些情妇们 生出来的小孩 也可以算是红色血统里面吗 还是不能算 这我好奇 I would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so 因为你 不 你是红色血统 你是官方是有记录的 你爷爷是谁 你爸爸是谁 所以是情妇的这种就算了 这个是 因为你没有 你不可能 没有在记录上 你不可能进档案嘛 你这个东西 对不对 当然毛泽东的情妇 另外一回事 他太强了 好那 等一下 我要问什么 我整个忘记了 你要开始问贿赂了吗 还是 好 我很好奇贿赂的问题 我们问题超多的 对不起 因为我们真的对 好不容易遇到 遇到一个真正 看过 how it works的人 我们太多就是 外面的人的想象 所以我们很多奇奇怪的问题 没问题 就是正常人要拿 要贿赂官员 到底要怎么贿赂 他们才会把钱收下来 这个不是一个 简单收钱的问题 他愿不愿意拿 对不对 不是 收钱是一个档 其实简单给钱 是一个档次很低的 一个行为 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要设身主题 在他那个位置 他具体想要什么 他要的搞不好不是钱 对 因为钱在一个官员 这个权力拥有者 他有很多收钱的渠道 对不对 钱 is a commodity does he want a commodity from you is a commodity is a commodity is really what he want 哇 这档次太高了 对不对 他可能是想要 I don't know 就是说他可能 小孩到国外读书之类 有人帮他按针 对啊 打个比方说 或者说他想要 帮他小孩 弄一盘生意 然后他或者说 他想要升官 或者是他想要 I don't know 他老婆要升官 或他老婆要 whatever whatever 就是说 you need to know what he really want 而且the tricky part 最难的那一部分 就是说 就是说他刚在见面 他一定不告诉你 what they want 因为他不信任你 对啊 他告诉你 就是某种程度 他告诉你 what he want they are really trusting you 因为他已经告诉你 他的弱点了 对 对不对 it's a really high intelligence game I'm sorry to say 真的 就是说你要 你要用最短的时间 figure out what he really want 对不对 因为你 对 我可以搞出来 最后搞出来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东西 然后我去搞 把你想要的东西 给你提供 但如果这个东西 要搞好几个月的话 我这个生意就停在那里 我这个项目就停在那里 我要最短的时间 跟你拉近距离 然后 and then find out 你想要什么东西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给你 that's the game 皆大欢喜 but that's the game but it's not simple 说给钱 给钱 is really it's like 太low了 太low了 因为这些人 他有一千个方法 就说张阿姨 是给钱可以买到的吗 当然不是 对不对 就是说 那很多官员都是这种情况 就是说 you know 因为每个人 他可以跟一千个人收钱 我干嘛要收你那份钱 可是你刚刚讲到说 比如说要知道 这个长官 他的老婆想干嘛 所以假设你遇到 因为我好奇的是 所以你遇到这些老婆们的时候 你可以坐 你要坐半张椅子 还是全张椅子 就是搭 不 他如果是老婆们 我会用其他女性跟他去弄 就我公司有 然后就是那个 女性里面有自己的 如果是我不能 就是说他也要看 他如果我用女 就我的员工去弄 他觉得你没看得起他 那时候就叫太太去弄 所以在单身 反而在那里不好处理 你如果没有太太可以帮你挡这一块 单身其实是不好处理的 男的不好 有些问题 然后女的也有问题 女的问题是什么呢 那些男的 就是官员 It's like Oh well This one I can take advantage of 所以你送这个来 是不是有别的意思 就是 不是 就女的话 I actually wrote in the English version I said You know In Beijing You can actually smell the sex hormone in the air I mean it's that bad 就是说他们这些男的官员 基本上就 They would take everything from you Forget about sexual harassment Just like Give me your body Right I mean they actually go for it 然后 然后就是说为什么 其实就是说有一个老公 某种程度也是给你提 就女性来说 也提供一种保护 就她觉得 就不要太过分 对吧 就说端伟红 你想我们是 我们什么人 对不对 我背后是什么人 就她这种情况 还有人想 想搞她 What 对呀 They just don't care They just don't give a fuck 他们就觉得说 That's how the game works The game is like It's such a common thing they do Sometimes they just The practice is like Adoptor practice Adoptor practice Seriously That's insane Oh my god So I said You can't survive How can you survive So I said You know 在我英文里边 I just said You can smell the sex hormone in the air In Beijing 好 那你刚刚说 It's a really high intelligence game And I know you're a smart guy 你一定有最快处理好一件事情过的经验 Like what's tha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you're But that's one of the reason people do drinks 喝酒可以套话出来吗 不只是套话 有时候呢 就是喝酒 其实是 喝酒是multiple purpose 就一个呢 就喝酒呢 我可以 可以 就是说 如果我们正常 我们就韩文在这里说话 我不可能直接来问你 你到底想要什么 对不对 喝了酒了 他也喝了两口 我也喝了两口 然后我就直接来抓着你的手 就是男的 他是男的 然后我就抓着他的手 然后就深情默默的看着他 老哥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懂 然后呢 然后他如果觉得你冒昧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哎呀 酒喝多了 昨天晚上对不起 实在是酒喝多了 不知道自己胡言乱语了 什么得罪 得罪 得罪就真正不好意思 然后他呢 也可以借那个机会呢 说出他实际要想要什么 但是他 但是给他一个空间 如果他改天换了主意 他可以收回去 就说我喝醉了 对 但也可以说 他借那个口 借那个机会就说出来了 那其实喝酒很重要 在中国的 对呀 对呀 It's a game It's a game 大家都喝酒装疯 对就是喝酒装疯 就是喝酒装疯 不是 So it's a game It's not just 其实大家几个男人喝酒 You know Depends on the situation 是有很多不同的 purpose 在这个桌面上 其实所以我就说 在中国生活得很累 Your mind is always working the angles 你现在 当然当然我们 这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就是我们活在我们的位置上 We always working on it Of course 但你在那个system里面这么久 而且也成功了 那你回到 你现在旅居英国吗 对不对 对 你有没有适应困难 对啊 就是头脑就不用一直run 这不是适应困难 就是说 因为就是你有 Your mind always work like that 其实你会 catch a lot of maniculous details 就人家说一句话 其实有时候 我现在的女朋友 我经常会觉得 哎呀 说话都不到位了 真的是 就是说 因为我对 就是说 用什么话 哪个字眼 在哪个点说 其实在中国是非常关键 在北京 这混官场 是非常关键的 你miss one 对方完全会采出另一个反应 It's very important You don't miss a single word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example 在北京这样子 因为我必须说 因为台湾人 离北京非常远 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个文化 所以如果有一个example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 就打个比方说 你去拍一个人马屁 你用哪个字眼 你用哪个字眼 就是说 这个字眼的选择很重要 然后这个字眼 你需要就切重 第一是切重他的强处 第二呢 就是说不要太 不要太 就是说 obvious 然后你是在拍马屁 然后是 你对他的人性 有一个判断 这个是一个 他会欣赏的字眼 凯丽你做不到 我做不到 我超级不精准的 你在说什么 就差不多 就是那个屁股的位置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你选错一个字眼 就拍马屁 我就简单说 你就拍马屁 就说 哎呀 这个 凯丽 凯丽 你很美丽 这种就是 如果说什么 那个人就觉得 你真是有思想 对不对 然后就是这种会用 然后就或者说 你引用你前一句 说的哪句话 这句话 真是代表你思想的深度 就是这样 对吧 这句可以 就是你要 你要 really pick and choose 你要 pick and choose it's not just like 拍马屁 it's like everybody want to be 拍马屁 to Kylie but you need to pick it 你的拍马屁 与众不同 然后 然后你的马屁 你马屁 拍出来是 人家觉得 是香的 不是香的 马屁都是香的 sorry my bad 是你的马屁 与众不同 有基点 能从你的马屁 看到你的学历 和你的思思深度 思想深度 除了香 然后有基点 还要让人家 从你的拍的马屁 知道你的深度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拍马屁的时候 我演一句唐诗 来拍你的马屁 oh my god 或者我演一句 Montescu Montescu当时在 哪个 这个一个场合 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 然后这个完全适合 你刚刚 凯莉你刚刚说的那句话 you know that's something like people pick it up and it's like geez this guy like really educated really thoughtful really know his shit and really know how to please me 不行 那我立刻想到一件事 可是这样讲了 对方如果不知道 你在quote谁 不就是会 所以你要知道 make sure他 你在quote的人 他要知道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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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times you intentionally 让他不 你就是Montescu 说了这些话 you know 他们一定不知道 这个人是谁 you want to you want to like sometimes you want to do on the margin 他半知半不知这种 知道这个人 不知道他讲过什么话 你跟一个 好像我在北京 我在北京跟顺义 那些官员打交道 那基本上顺义 其实是一个农村 郊区 对不对 你跟他说Montescu 他have no fucking idea 对 就是说 但是你所以你不会用这种字 你只能跟他说 但你可能说 这个一个 用一些东西 他会有所听闻 但不一定 但不清楚 你如果 Montescu 他是说 are you trying to step on me you know give me some shit you know and I don't know and I don't know 他在那里说 十二天的访问 你要拍马屁 当然我们也没有 这么一个场合 也不是这种 交谈的方法 I know I said how the heck do I explain it to you you don't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right 那要怎么对习近平拍马屁 你知道他 可能就小学毕业 之类的 对啊 这蛮难的 蛮难的 可是他就是那个 他带着他的金字塔一起往上走 那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习近平 其实他没有 以前没有一个金字塔 他没有 他没有 所以他现在重建一个金字塔 所以为什么你看他现在的这些官员 都是越集体吧 就一个就是说中国建国以来70年 从来没有一个 没有做过副总理的总理 in the 70 years of the PRC you never have a vice person who never been to a vice premier and all of a sudden is a premier 就是他没有一个金字塔 所以他是在他所有 他干的很多事情都在 都是越集体吧 可是这样子其他的人不会 真的不爽吗 就是 Exactly that 就这样子你得罪很多很多人 你得罪官僚系统里面很多很多人 可是就算他得罪很多人 他还是爬到现在的位置 但是问题是 就是说你的执政的效率 会出生问题 因为中国很大 你是要通用一个整个官僚系统 来执行你的政策的 当你就不按 就是 there is a reason that's rule and regulations 就是有an adopt a practice 当你把这些惯例全打破的时候 就说 that's a reason 惯例存在 因为大家都明白这个游戏规则 然后大家认可这个游戏规则 然后你把这些游戏规则打破的时候 大家其实是不认可的 那不认可的时候 是为什么中国官僚现在都躺平 就说 凭什么 我凭什么去做这件事情 对吧 我现在就是官僚 现在中国官僚就说 外快或者说你们叫贪污 也不能拿的 然后现在说不能去吃喝 对现在吃饭有上线 然后去搞个女人 如果报到网上马上就给撤关了 对不对 然后工资又没有加 甚至还减 What I'm working for 然后每天就是刷 他们叫强国软件 就是说洗脑了 You really think like after 20 years 就是说经过了20年 大家这种资本主义的风潮 这个钱 包括 就是说所有这一切 走了20年 你突然今天说 所有这些东西不弄 我们就洗脑 洗完脑 你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应该思想上 什么习核心 所以听起来像是红二代核心里面的人 其实很不爽 他的作风 对可是 看起来就好像没什么反对力量 你看那个温家宝都被拖出去了 不是温家宝 胡锦涛 胡锦涛被拖出去 我从来 把我剪掉 胡锦涛都被拖出去 干我一定被放 一定不会剪 对我们就是外面看 都看不太出来说里面有什么 对啊 好像大家都说 里面的人其实对他作风很不满 可是看起来 就是没有任何反对力量 就他想要干嘛就干嘛 因为他彻底掌控了 保理器器 就黑社会大哥嘛 小弟不满 谁不满 我就找了谁 就黑社会大哥嘛 谁不满 我找了谁 但是其实我们做企业的都知道 什么就为什么要建企业文化了 就你要产生个向心力 然后people adopt a belief 就是说他自我驱动 你只是靠这种 你就是靠这种暴力 或者说这种压力 是没有办法做成一个有效的企业的 这个anybody who have actually done management would know that right yeah he obviously haven't done any 所以为什么说大家说的小学生水平 但我们看很多 比如说包括民居镇 或是很多的 就是台湾的一些就分析师争论民嘴 或者甚至是一些国外的智库都在分析说可能 共产党会倒台 或者习近平这种管理方式撑不了太久 对 可是我们看了好多年就好像蛮稳的 你觉得这种海外智库或者是台湾这些民嘴 你觉得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吗 我说几个点 第一其实我很关注台湾的节目的 我看很多的 然后对不起 我就觉得你们台湾一天到晚 这些民嘴们一天到晚做conspiracy theory I don't know they don't know the shit they're talking about you know I really don't know the shit you know 因为 就是说很简单嘛 你这辈子做过什么 你跟什么人交往过 你在中国做了什么了 你这样一笔没有人别过你啦 可是他们没有credit嘛 但是你 然后你一天到晚拿着本书翻一翻 然后就拿去看一些报纸 看一些媒体 Really Is that gonna give you inside knowledge of China Really seriously I mean Is that real I mean come on You know 就说就不需要我来分 我来说谁不对谁不对 就说 咱们就从逻辑上来说 这不可能嘛 对啊 对不对 只是我很关注中国 然后我看很多书 然后很多报纸 但我从来没有跟这些人交往过 但是我会知道他们怎么想 可能吗 Come on 这逻辑上就是 you know it doesn't make sense right That's one thing that I want to say The second thing I want to say 其实挺有意思的 其实这个很关键 非常关键 其实 就是 美国 就说政治 就美国的政客 You know Senator Congress 走在前面 他那后面是有一个支撑力量的 他的支撑力量就是Fintank 对 Fintank provide policy alternatives 然后给不同的意见 然后做分析什么那些 美国的Fintank是在一个更新换代的过程中 现在吗 对 就四十几岁这一拨人上来了 然后 basically kick out the elder generation 然后四十几岁这一拨人 对中国是非常银派 非常银派 然后而且 就是说 以前的一拨人 loss credibility 因为以前他们看法就是说 让中国赚钱 然后他们支持 可能就会民主化 对对对对 但这个30年完全loss credibility 就说我跟一些人 就说他们其实都是实权派 我就问他们 我说 就说 现在美国的这些Fintank 中国的Policy的Fintker who you recommend 因为我其实对整个Space很关注 我经常 I read up on all those people you know the shocking thing for me 是那个人说 none none 就没有人真的了解中国 不是 他就说 他不认可这些 就是说established powers established thinkers like you know Soul and Rice or anybody or this you know Soul and Shrek or any of those he said none I was like okay 他给我 you know if he say if he say something like maybe five of them and he name a few names 然后我会觉得ok 对不对 这个我可以理解嘛 因为这个 现在这个majority 都是其实discredited but to say none it's such like it's such a thing that you're like wow you know wow you know that's really something right isn't it 那这样不是很可怕吗 就代表 其实没有人真的了解中国 不是了解中国 就是说 现在的整个 就是说在美国了 在美国整个Fintank 这个老一辈的人 或者是 以前这一代的人 completely discredited completely discredited 就是说 that's why 就你看到这些 policy change 就美国这些 突然180 转方向了 也不能说 180吧 就是说越来越银派 对 对 但是 but that's the reason behind it 就是说他们这一代 就是engagement 这些人 is completely discredited in the policy circle 那你自己觉得 美国或是这些西方国家 对中国越来越银派 是对共产党 有牵制力的吗 你自己在那个圈子里这么久 你不觉得这个圈子很稳固吗 这个网 不你牵制力是什么概念 呃 该怎么说呢 可能野心吧 对外扩张的野心啊 或者是甚至对台湾的一些 野心啊 野心 就是说美国其实没有意愿去说 改变中国 就regime change it's completely not in this game 就是game plan 因为他以前做过很多这种regime change 包括伊拉克 对吧 包括这个阿富汗 it's a complete failure 对 所以他们特别中国是14年 it's like you know it's another it's like caos 对啊 完全是另外一个比例 对不对 they have no interest whatever 对中国的regime change 但是他们就说 they want to contain 就说你里边 你怎么搞 你怎么搞 你不要搞出来 你不要搞到外面来 就是说 that's all they want that's what they want 其实 我觉得啦 就是 我觉得以台湾的角度来看 会说 我拉回来 刚刚你说think tank 或对中国的了解度 因为我一直会觉得说 台湾也是讲中文 然后台湾那么多人 在那边经商 做学术交流 我一直会觉得说 台湾会有人 可以了解中国 了解到像你这个程度 可是听下来好像真的很难 it's almost impossible right 你有认识过 或者是你有遇到过 任何台湾人 你说 oh wow 这个人是圈子内 或者是说 这个人 你台湾 不不咱们 就是我简单说吧 你们有谁 有这些经历的 what they have actually done in their life to prove that 其实我们最接近的 可能就是联赞吧 因为他过去很多人 说联爷爷来了嘛 对对 但他最接近的 他也是最接近吧 然后也是 我说的难听 也是最卖国的 对啊 比较了解他们的人 都跟他们处太好了 对会处太好 与其说是会提供 台湾一些警告 不会说变成立场 整个颠倒了 对对对 这其实对台湾说 是蛮 不过这个 因为中国能给你的钱 是这个是海量的嘛 对啊 就简单说吧 就是董建华 董建华是 他上台的时候 他说从香港特首都受 根本不算个 在香港根本算不上个富豪 因为他是破产的嘛 他们家族是破产的嘛 然后被中国救了嘛 嗯 然后在这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扶他上台吗 觉得这个 当年是我们救你的 就是我们救你的 所以你是可控了嘛 嗯 因为他做了特首 在中国做很大的房地产生意 他把那个房地产 卖了给新加坡人 应该我没记错 拿了大概60亿美金回来 what 然后他把他的船运业务 后来卖了给中原 就是国企了 卖了30多个亿美金 Oh my god 就是做了中国的 他做了特首 中国政府 前前后给了他100亿美金 Oh my god Wow That's the scare we're talking about 100亿美金 难怪林郑月娥当初 在那里一直被骂 好像也都听得住 所以说你们连爷爷 到底拿了多少钱 咱们可以讨论一下吗 Oh I wish 我也希望台湾 我估计再这么说下去 以后台湾也不敢来 不会 台湾是好地方 不过大家很常讲 那个恒大的事情 我们看到你书里也有提到 是叫许家印 对对对 然后很多人都说 恒大完蛋了 完蛋了要倒了 要倒了就到现在 他已经倒了 他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停牌了 对对 可是他这个人还是没事吗 不是他没事 是因为他这个账面上 现在账是 大概是两万亿人民币 他有太多的隐形在了 然后这些隐形在 必须他本人来处理 因为大家都 That's a reason It's called invisible You know it's invisible Invisible 是就是说 大家不知道那盘 实际的账是什么情况 所以他必须他需要他来处理 最后他处理的这些东西 最后他自己个人落到什么下场 It's to be seen 所以有可能真的会蛮惨的 他肯定已经很惨的了 但是就是说 最后落到什么下场 It's to be seen 你还会跟当初 你在那边做生意认识的 企业家朋友联络吗 个别吧 个别 是用微信吗 我肯定没有 你知道我说个微信的事情 我出书前大概半年吧 我就把我的微信消耗 然后 It's actually It's really difficult to delete it Really difficult 因为我们是被踢掉 我们是被deactivated 我们的账号 也就是踢掉是一回事 我是trying to act 就是说消耗 就是他 like a whole lot series of hoops to jump through before you can actually say Oh I'm deleting it 然后 然后他会给你八个信息说 你的信息会保留三个月 就是even you deleted it they still keep your data for three more months so我当时消耗是因为 我知道我这本书出来 他们肯定去 去找 对对对 就是说说我的background 那我不想给我的朋友造成麻烦 所以我之前就一段时间 就把那个微信号给消掉 你在书里面有讲到说 其实像张女士在外面 就是拿着温家宝的名号 在那边就是做很多生意 投资这类的事情 不是张女士 人家是老婆 为什么 那怎么叫 温家宝的名号 张阿姨 人家老 人家老公 张阿姨 说说张阿姨 你说张阿姨在外面做这些事情 温家宝本人是不知道 那可是我们又 就是我们看到新闻 其实薄熙来事件 其实也是就是 大家都说是他老婆在那边乱弄 这为什么这些高官 或红二代都是老婆在那边 在外面做事 然后老公都在干嘛 对 古开来和薄熙来是两个 和张阿姨和温家宝 是完全两个状态 我们可以单独单开来说 在温家宝的情况下 其实很多人是在有质疑 就是说觉得我在为温家宝洗地 然后因为很多人叫他温家宝 叫影帝 就是说这戏演的太真了 但是确实是我的认识和我的经历 就是我们所有的商业项目里面 温家宝是从来没有出过面 从来没有出过面 这个和很多红色家族是不一样的 因为权力拥有者本人出面 是最有力量的 对不对 所以很多红色家族权力拥有者 本是会自己出面的 但温家宝是从来没有出过面 那么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 因为我们跟张阿姨交往 就说的很清楚了 就说交往很深入了 到底他老公知道多少东西 我们是有了解的 那么我们的了解是 他确实 他知道他们家里面那些人在做生意 他确实不知道这生意的规模去到哪里 也有点刻意就是不碰就对了 也不是啦 就是说因为他确实很忙 他就是说 What time does he have all the day 然后在他们家里面 他能看到的就是说 OK就换车了 就从奔驰换了一个宝马 或者换了一个奥迪 but that's you know that's like nothing 对 所以真的 所以本人假设就是温家宝本人是不知道的 我的理解和我的认知是 他是不知道 你不觉得这个故事跟阿扁很像吗 都说是阿珍那边 怎么了 你干嘛 不是吗 你自己现在在英国 就都过怎么样的日子 你需要特别低调吗 还是也是开超跑啊 然后带着儿子刷 我有Lambu Gini了 but you know 还是很低调啦 有低调Lambu Gini吗 那你会特别注意就是你儿子要 比如说不要给他太好的物质生活 让他了解 没有啦 就正常生活啦 就是说你不能欺骗 然后但是你希望创造一个条件 让他接近真实的生活啦 那你觉得在中国那时候 那种体制里的生活不是真实的 呃 yeah of course you know it's ridiculous actually 就是说他其实呃 应该说是八岁开始就彻底跟了我 嗯 就之前就是其实是会split sometimes he's been with mom and sometimes bring with me 呃 I may actually say 就是那六年其实也对他造成挺多的 you know I would say it's damage 就是他就是 he's like so pampered oh so pampered 他有一个nanny 我们当时从法国请了一个nanny过来 what and then and then you know he has you know their house has a cook has a you know like what like you know it's just like have like five people surrounding him all the time what the fuck 把他当成小王子在时候 真的 绝对是王子啊 you know and I think it hasn't been a good thing for him I think it's now it's a lot more real a lot more real 可是你要怎么样把他转回 比较现实的状态 他不会反弹吗 要花很多时间沟通吧 不只是沟通啊 就是说这个是感悟的东西 就是体验的东西 其实不是沟通能解决的问题 是是就是说你 you need to让他感悟 让他体验 把他丢到那个公立学校这样吗 I don't know No I wouldn't do that to myself we haven't done that yet we haven't done that yet 但是但是就是说 you know 就是我对这个事情是very very conscious 然后就说 you know as much as I can try to create environment 因为这样刚听起来你说 他他之前的生活very pampered 感觉起来就是 前妻是根据可能其他 他看到的红三代被对待的方式 这样子在 也不是啦 他就是他把自己 就是说定成某种程度 不是某种程度 他就把 just like we are nobility and then we will adopt that lifestyle right 就是就是我孩子很小的 现在I mean I don't think he has it because I understand it 就是我们一出去都是坐 坐私人飞机的嘛 然后有时候难得 有时候坐头等舱 所以我儿子的那个 我儿子的问题是 我们今天是坐大飞机还是小飞机啊 That's his question 就是他没有概念 他没有概念什么这个那个 他只是说 我们今天是坐大飞机吗 就是说大飞机是 start you know 头等舱 然后but you know 小飞机就是死人 对对对 oh shit that's his understanding right oh my god 然后出门说 我们坐扁扁的车 还高高的车呢 这个倒从来没有 doesn't work in our world doesn't happen in our world 那你书出来了 这么多讨论 你开始 do you talk to him about the book 就是会一起讨论 那现在蛮大了 就是他现在 actually我们回去就过他14岁的birthday party 我这本书 first draft出来的时候 我就给他去念 去读 oh wow and then i push him i push him to finish the book oh wow and does he like it 他 because I hate you da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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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dad why did you do that to me we are very close like you know he's 13 sometimes i even i can like like wow you know are we like you know it's kind of weird maybe like 13岁哦 他现在 他every saturday he asked me to sleep with me oh that's cute that's cute that's it's just weird because in a way because because I never I mean like when I was 13 I was so independent right so independent but for me it's like so sweet yeah it is like so sweet right and I'm like my son really wants me western style yeah I don't think I don't think many western boys were asked to sleep with their dad at 13 that's the truth so that's like that's really we are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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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se it's you know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level because 因为我是 I'm like 24 hours for him right like 就是他醒那一刻 我起床 you know and I get up before he get up and then well I send him to the school bus you know 现在 school bus they used to drive him to school now he go take the school bus you know 扁扁的车 或高高的车 你们的school bus 也是扁扁的车 没有 然后 and then you know we greet him off the school bus I cook for the whole family you know we just we are really close we are really close 他现在中文 他有去上中文学校吗 中文很烂啊 就是老外讲中文了 那怎么办呢 你会想 I don't care actually 所以你不会觉得 他要记得他的根 对 那种 Chinese 没有啊 no he's American he is American I told him that you know 中国人很多 it's a really wrong thing 也就是说 passport是一个convenienc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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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shouldn't you shouldn't look at passport as just a document of convenience passport should be your document of belonging and identity right yeah 就说很多华人 就是拿那个passport 旅游方便啊 然后美国 给我这个保护啊 但是 they never think like 那你对国家 要提供什么呢 I told him all the time you say 你是哪个国家的人 you need to do what you want 我现在都是 其实actually I'm trying to persuade him 去美国军校 我刚才在想说 你会不会叫他去重军 我叫他去美国军校 the first choice if I you know it's very difficult to get in actually it's incredibly difficult to get in 是去美国的空军学院 空军 Air Force Academy 空军学院 second choice you know West Point if I can if I can't do it right I mean it's very I know it's very very difficult but that's the role I want him to take wow and then he 他现在也是 you know he sort of like coming along along that road but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end up 他跟你一样高吗 没有啦 就是说 但是我对 他现在一米六五吧 我对这个东西 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 我最大的担心就不要比我高就行 我只想要会不会太高 没有办法变成fighter pilo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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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美国的这种军事学院 其实是 you can be anything you can be a lawyer you can be a accountant 因为军队是 you know it's like an anti-society you know 他需要所有的不同的工种 you don't need to be a pilot only 那你现在在英国 你还会跟那里的中国人或华人接触吗 其实整体来说 我对国内出乱人是比较犯忌讳的 我是不大远于跟他们交往的 是怕有spy 倒不是spy啦 就是说大体上来说 大家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还我 you know 我写了这么一本书 中国有几个人敢跟我交往 也是 也是 跟你变朋友 他可能就回不去了 对啊 有几个人敢跟我交往了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这个也是很现实的问题 可是海外有很大的反贼圈 对不对 他们 会不会很想跟你联络说 This is actually really cool book 这是我们的圣经之类的 对啊 他们没有迟下跟你联络 有一些跟我联络 但我跟他们也不大联系 因为 you know 我不是一个political activist 我不是一个什么搞政治啊 搞什么民主运动啊 什么那些东西 I live my life I just happen to publish a book That's the way to look at it 就是说 you know 我有我的生活 我只是发出版了一本书而已了 啊 我搞政治运动 我也没打算去 去去去 去搞什么民主运动 什么玩意的这些东西 you know what you guys want to do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me 那你会不会觉得 以你的经验来看 当初那些白纸运动啊 或是很多国内 基层是和想要反抗的力量 你会不会觉得 太困难了 我其实当时白纸运动 因为现在我其实在西方媒体 经常变成一个commentator you know CNN come to me and they know different people like you know all different papers come to me 白纸运动其实一个是一个 I cannot use the word insignificant but in a way it is insignificant 因为其实它规模很小了 在每个城市几百个人 这个跟当九八九民运 完全是两个概念的 当时是百万人上街的一个概念 但是它的意义在 它是一个先兆 就是说问题是 就是说给白纸运动 现在走了第一步 未来的中国 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 这种抗议活动 就是说这频率会变高 然后规模会变大 如果这些事情发生 那白纸运动的意义就存在 因为它一定是physical的 因为共产党一定是打压的 然后你这么小的规模 它的打压 成本很低 they can disappear everybody who actually hold a blank paper they can disappear every one of them right 因为你想维吾尔是什么 上百万人给动 白纸运动一个城市几百万人 明天叫你所有这几百个人 全部消失 就说要七百万人消失 it mean nothing to the party and to the state 所以关键的问题是 他走了这一步 会不会引发给社会 未来的社会运动 做一个启蒙作用 然后you can see 每一个运动的 就越来越频繁的运动出现 然后每一个运动 一个运动比一个运动大 如果这些事情发生了 那白纸运动就有一个启蒙作用 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发生 it's just a bit in a long wave you know it means nothing 我今天我真的就 非常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听不到的故事 thank you so much 辛苦了 我知道你跑超多通告 最近你的行程一定是爆炸 you need this 辛苦啦 那我最后要推荐 真的 客气客气 这本 Red Relay 我们真的就是2021年的时候 就听过 觉得潮榜那时候 凯莉就推荐过一次 现在有中文版 然后我记得你有说过 那中文版 因为它是中文 你又做了更多的那个 我做了很多修改 我做了很多修改 我估计这本书 可能在从英文版改了10%吧 那这样改蛮多的 多很多 那我就再看一次 对 欢迎大家 这本真的很棒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不是听床师 是真的 亲身经历 亲身经历 很酷 真的很酷 真的很有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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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